可以按右键 把这个Yahoo按右键有没有 原始码 看一下开头那几行 有没有看到 开头那几行 不过它是藏在哪 我印象中它是藏在比较下面的位置 会有一个宣告那个什么 它的language的一个叙述 一般是藏在这个head下面 底下的话有没有一个language的叙述 大概就在这附近 不是这个 这个是它的JavaScript 在这里 chart sets有没有 它放的比较下面一点 等于big5 OK 那big5的话 如果你用request的话 它的宣告方式就变成cp90 每一个传的参数都不一样 不过你们可以知道 如果传big5会不会乱码 可能会还是 这个可能要试一下 因为名称的话 建议是用cp90 那我知道是它的内码 是用big5 OK 所以可见得 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网站真的太久没更新了 因为现在呢 网站上会用big5的 其实是真的太少了 所以Yahoo 不知道出什么状况了 OK 用big5可以 big5可以 OK 所以这边的话 刚同学试过用big5OK 我一般用cp90 一般就big5 那再来的话一样 就是把资料爬下来 然后呢 去把所有的那个什么table找过 我们用find all 为什么要find all 因为里面总共七个 那我要第几个呢 刚刚找过吗 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编号应该是多少 4 OK 所以用find all之后 那我就找到第四个 接下来的话呢 再从这里面去找到tr tr的话就是一列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找到什么 找到这里面的这个table 我就找到它了 这一层table 然后再去这里面找到tr tr的意思就是一列 tableraw的缩写 r就是raw tableraw就是一列 那我这一列的话 我可以把它抓过来 然后呢做什么 再把一列里面的资料 分别再把它抓取出来 那抓的方法的话 我就tr 再把它放到这里面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它串接 不过底下 我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的tr 这个资料全部串在一起 但是我会面临到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我要串接的话 它基本上出出的话 会有很多不需要的符号 包含就是什么 逗点太多 还有就是说那个换行的问题 所以我底下这边有没有 你会发现request 这是第一个要取代什么 第二个取代什么 第三个取代什么 第四个 所以如果假如你有很多取代 有点像反正我就把它转换格式的意思 可以继续串继续串就对了 OK把它改成我要的样子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吧 就是先try一下到这边 那待会我再讲就是 我如果说已经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我要的 那我要怎么再把我要的东西 转换成csv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一样把它print到这边 print这个data tool好了 这里面的这个tr里面是我要的 ok把这个tr print出来 data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tr ok有没有table rule 一个一个抓 那里面的资料就是我要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呈现出来的话 一样 这边我就把它全部 我先不要 不要那个 先把它 不要repress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这边的话 假设我就 是直接 全部串在一起 把tr里面的资料 全部串在一起 然后全部再把它print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print之后的结果 它就会长这样子 print ok 那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 它就长这样子 有点接近了 但是 离我们要的 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print 我把它拿 print 这个拿掉 print ok 那print data tool 你会发现 ok 它里面得到的结果 它就是怎么样 就是长这样子 它变成纵向的 所以你可想而知 里面 我必须怎么样 把那个换行变痘点 有没有 很多换行 那必须我要把它转成csv的话 那我必须把 把痘点取代 把换行取代成痘点 但是痘点有些太多了 所以怎么办 你要必须 反正你要想要规则 把它变成csv就对了 这个